哇 哇 有 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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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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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大熱天 不早一點還是晚一點嗎 要出發出任務 我們今天開來來來來來 上次突擊小七嘛對不對 觀眾朋友說這種 堂化性節目還不錯 對不對看能不能把那個 車評的那個 爽筋調起來 他們就會講出一些 可能 平常不應該不會講的話 然後每個人都 結一塊 不是 有偶包啦有堅持啦 大家網友都在問說 到底是誰結一塊 欸 不告訴你 嘿嘿嘿 臉魚啊 前面齁 在鼻孔那邊再多兩個鬍鬚 臉魚 臉魚一定要有幾頭看 那不是頭三 欸頭三跟臉魚不一樣嗎 一樣喔 好像一樣喔 媽的去Google 去找那個 蘭尼克 CA汽車見賞 的 總編輯 好不好 好啦 反正到時候我們去 補集一下他辦公室 然後 在北投嘛 順便叫他帶我們去看 他有什麼好吃的 然後 考試他一下 看他對這個車了不了解 今天要找助手 他來噴鼻液 看一下 我跟你講 來我們這邊 見教合作 校外執行 現在全世界有等他出發錄影 他說再給他兩分鐘 再給我兩分鐘 讓我把雞雞放進去 兩分鐘喔 放進去要塞很久啊 欸這樣會不會被告啊 我跟你講早上 他們學校來打電話啦 台科技大學 我們這邊有個學生 在你們那邊不知道 可不可以幫我們 評鑑個分數 請問你們最低分幾分 欸他說等一下我問一下 他真的去問喔 我們這個最低分是0分 然後我說那最高分是幾分 等一下 再等一下等一下 又跑去問 問完回來說我們最高分是100分 我說好 那就是介於0到100之間 他那個已經冒得看了 對啊一年的見教合作 有學分的 好分了啊 有學分了 好 真漂亮一點啊 我是不是稀罕學分 這種膚淺的東西 喔 你還準備用別的科目去補 是不是 好出發 走 我跟他是錄影認識 上節目認識 上節目認識 那個人也是很好相處 有點宅宅的 那種對車中毒太深了 你知道嗎 還會玩模型啊 什麼 像上次我們小七 他就是收了很多雜誌 那蘭尼克 模型收集比較多 他也賣模型啊 我有跟他訂啊 不知道有一比六四來多少 那個三代喜美K8 然後有黑色白色 我一次就跟他 跟他訂一黑一白 有時候會被他放毒放到 然後他可以找到那種很特殊的模型 大台小孩他都找得到 貴的便宜的都有 一台好幾萬的 欸 老實長 老實長 啊我的模型哪了沒 還沒啦 沒那麼帥 欸 那這就有車喔 有車喔 你看 他很怕我跟他說 金牛座就蓋別台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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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萬 99.8萬 欸上這邊 來 LX 3.0LX 當時建議售價99.8萬 2966CC 九點準 要做甚麼 兩百多匹馬力 27.6公斤米 四數自排 然後有 FF 前自全 V6 24氣馬 噴射引擎 很清楚了 車廠 5017 1855 超過5米 1400 車重1568 40碟煞 雙安全器 這個是 配備 對下面 對下面 現在年輕人都看不懂 那個年代 有寫ADFGH 這個有寫 對你要下來 就是他有的 比如說A就是 冷暖手動空調 還有D有音響 F前門電動窗 G後門電動窗 H可分離式的後座 I是後座頭整 有些現在聽起來都覺得真的奧翔 但那個時候就是 以前的DM我還記得我那個大發的 還寫說是門電動窗就是配備 中控 中控鎖也是 遙控中控鎖也是高級配備 基本上他這邊 這個我也好 不是介紹父母 所以我決定 換帶他去看我們的老吊 然後那個 順便加上去吃 那種 欸 阿今天帶我到這邊是怎樣 叫我把這台推下去是不是 雖然我們這長得很像鯉魚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鯉魚 他這裡在做兩個那個鼻毛有沒有 差不多啊 你就黏兩根就差不多啊 你看眼睛鼻子 我真的覺得超像鯉魚的 可是那時候 有這麼奇怪的造型出來 倒就是那時候的經典 大家都會認識這台車 可是我覺得不錯看啊 到現在看我覺得還不錯啊 所以說你把它買下來 他剛剛問我說買這要幹嘛 對啊 我說你收集小模型 我不能收集大模型 奇怪 所以說董字輩的都不一樣 董字輩收1比1的 我就只能收那個小台 這台的價錢啊 比你剛拿出來那個簽名還要便宜 可是你有好幾台啊 這個當初是叫 到底是叫什麼名字 它正確的名字 Torrus 是金牛座的意思嗎 金牛座的意思 可是那時候不是雕竹汽車嗎 這不屬於雕竹嗎 我不認為算啦 因為那個時候是因為總代理 有給那時候叫什麼 黑雕啊 Sable 對啊 前面有一排日光 那時候叫雕竹 同一道雕竹 但詳細的 我忘了 我本來要考他的 金劍雕 金劍雕 金劍雕是另外一個 PROBI 黃玉雕 另外一個 我忘記了 你看我很年輕吧 所以說你剛剛小師前面講的那些梗 我不知道是正常的 大黑雕 小黑雕 黃玉雕 金牛雕 金劍雕 什麼叫金牛雕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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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掛咖 雕十三個 看你要怎麼雕 你看喔 我們這邊還有最厲害的 那時候的美國車喔 一定都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密碼防盜鎖 尤其是那時候 欸 我艾艾艾怎麼開了 現在幾月 你做了什麼事情 我 我不知道 欸 剛剛我 剛剛艾艾艾開了啊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呢 有很多好朋友在旁邊 所以我剛剛也開了一下行李箱 靠腰我嚇一跳 欸所以這個不是醃掉了嗎 但你可以去太白姐了嗎 欸這裡 這裡 Tunk 結果是你按 你自己按這個就對了 基本上呢 現在 十台 大概十台的這個 密碼的防盜鎖 基本上都是被淹掉 其實我已經忘記怎麼用了 小時候看汽車雜誌的時候 覺得美國車門上有做這個 好屌喔 就跟家裡回去是密碼鎖一樣 可是現在來看的話就很笨啊 這種 要會曬到太陽的東西 怎麼會放在外面 對 所以說一下就壞了 所以說美國 在美國就是這樣 而且你忘記密碼 還沒有地方讓你給忘記密碼 啊收驗證信去信箱 找密碼 手機app要對一下有沒有 QR code少了耶 不過現在在未來一樣 用手機我覺得是最方便的嘛 來再來這個 後座空間怎麼樣 後座空間的話 跟當年比起來 因為它也是一個五米的車啦 所以說它前後一定會夠 但是這時候有它這個福特的特產 它的椅子會特別軟Q軟Q 你從這個車做到SUV 都是一樣的一種感覺 它這個塑料 我覺得那個顏色跟質料 它這個跟我那個 所以你畫成灰你都會知道 這是福特的 因為它瘦的烤起來 美國車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都是用灰色塑膠 對啊 軟Q料啊 久了之後你會聞到那個味道 啊這美國車 喔對那個味道 美國車有個味道 美國車的味道就出來了 其實美國車有個味道 然後它用的皮也有 美國車用的皮的味道 變換還有那種熔布座椅 你到後面就是一堆回程 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 其實每一個牌子的車啊 都有它自己的味道 因為他們協力廠用的 大概就這幾間 對啊皮革啊 或者是那個塑料啊 對 幾乎都同一間啊 幾乎都這樣 所以說有的時候真的是 你蒙眼坐進去 真的可以判變得出來 我說的是鼻子聞的味道喔 不是那個樣子的那個味道喔 你看阿大你拍一下 這個是我剛剛 前面是我駕駛的位置 你看那後面的空間 還不錯 而且說實在的啦 這趟車控還真的不錯耶 不錯吧 後面沒什麼在用 要不然一般後面的網子 大概都塌掉了 鬆掉了對不對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後座出風口啊 大概都該斷的都斷了 對啊 美國車的話會比較追求 裡面要方正平整 然後那個時候 這一台還有強調那時候 它有六四分離座椅 有耶 它從這邊可以丟耶 它這個是因為怕人被關起來 所以那邊做一個六四分離的開關 對 那都是美國車的規定裡面 後面還要在行李箱裡面 還有螢光的東西 當小事被關進去的時候 它可以開那個的保守 可能比較自然比較差 他們都有設計後車廂一定要 可以開的 電影常常看到就把人家錄下去 放關起來就好 給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一個DISC 現在年輕人都只認識DIS而已 你要給人家看一下CD 現在很多人都沒看過CD了 來看一下我們都在聽什麼 來來來來 我記得以前CD我跟你講 以前那個CD有在賣什麼 你知道嗎 車用音響測試片 你記不記得 有啊 Hi-Fi高傳真 對不對 Hi-Fi高傳真那個 Tapu的錄音帶啊 夜市也有賣 給你試那個車子的那個 環繞音響 環繞音響 像現在那個 像現在那邊傳過去 然後傳從旁邊過去的東西 然後從後面繞一圈回來 繞一圈回來 這邊又有鳥啊 從那飛過去啊 然後去 以前夜市 現在有些老夜市屏東應該也還有 這個是古蹟耶 六片式 然後還附這個CD硬核的格子 CD硬核的格子 你看 現在這個都絕版了 現在連你要單片式的都看不到了 它還附一個可以讓你放CD的 這個可以這樣用啊 對啊 按下去它彈珠 沒有電啦 5 要彈了 有沒有 這個是個古蹟 它這個旁邊 這就是啊 四音碟 你看 這就是i-Fi 這會有這種這東西 它這個旁邊有這個卡榫 然後你這樣撥 一撥 然後就彈出來 1到6片 然後你在前面設定 你要記得你第一片放什麼 第二片放什麼 第三片放什麼 到第6片 有的12片 你要記得第幾片 以前帶馬子出去 有沒有 以前沒有周杰倫 你如果要聽比如說王傑有沒有 你就要記得王傑是放在第三片 他從前面選第三片 他就咔啦咔啦第三片送進去 第三首歌就七匹郎 類似這樣 這個以前我們那個 我剛進入二手車行的時候 然後裡面的經理在上課的時候會說 千萬不要買這種車 這種車叫水貝 因為屁股垂下來 他們喜歡是往上流線往上淡 流線往上翹要不然會水貝這樣 要不然會水貝 可是現在你看 媽它吸油A不是去不外不是這樣 但是還是增加腳軸位啊 可是我覺得這台車 雖然那時候看覺得不好看 可是我覺得現在開在路上 新鮮度應該蠻高 因為你用現在假如來看的話 反而是符合現在的一個線條 對要壓尾 那時候主要是策略的關係 國外賣的還好 但是國內那時候有另外一個 更出名的就是Sable 然後還有叫那個 我覺得它那時候成功是說 Sable就沒有掛福特 我記得它是掛三個 很像環保署的那個Mark 那就Sable的Mark 對那時候那個年代美國車 在台灣來講是還不錯的 對啊 然後那時候我剛剛講 因為電話一個福特的話 那時候因為進口車比較少 電話還有一個雙門的 那個Prober 那個賣的比較好 對Prober Prober是跟MX6雙升車 對所以說那時候 大家都把重心焦點 都在Prober 雙門跑車上面 然後這個反而就比較少 注意到 看一下引擎走 我記得我去查歷史資料 當時它有一個YAMAHA引擎 然後270匹 YAMAHA事實上有做很多汽車引擎 那它事實上是在這個 跟Lexus的合作上面 它比較有名 然後甚至在90年代初的時候 YAMAHA也有要做自己的賽車 有一個OX99的一個原型車 它有做出來大概五六台 是 它就真的是做出這樣的一個跑車 就是三葉的YAMAHA 對啊 然後他們也曾經有這樣做一個超跑 就是鋼琴的YAMAHA 對 所以說他們那時候有做這樣的一個產品之後 然後到現在 比較近期是跟LFA YAMAHA還是有去參與這個引擎的這個研發調教 是喔 對 同機團投資關係 應該有投資關係 然後再加上他們自己本身 就對這方面是有他們的一個堅持 因為除了引擎性能調教之外 還有聽的感覺 因為大部分 大部分做引擎的人都是在出力啦 那他們還是在清潔方面有他們的一個堅持 我跟你講今天漲知識了啦 YAMAHA有做汽車引擎 就是啊 還有第二個 HITACHE竟然有做電瓶 你是哪小 有啊 很多也很多啊 有沒有 有很多很多 日曆電池有沒有看到 HITACHE不是只有做冰箱做壓縮機 非常稀少 人家也有做電瓶 今天這台車 讓我們學到這麼多不知道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叫尼克去幫我們測試一下 這個車開起來感覺怎麼樣 好不好 來 福特標準的鑰匙 這盲底有也是這樣 上車就走 我們底盤是不是不錯 底盤那個年代這個就是跟船一樣 它就很舒服 然後還有就是方向盤超級大 而且那個很細喔 然後方向盤很細 動力方向盤都打到緊繃 而且那個時候這個 這個所謂的定速巡航 那時候的高檔配備 有喔 我們的定速 可是我不敢 媽媽的 會衝出去 對 只能開不會停 3000C200P的動力 就真的要跑高速公路 所以這種車在台灣 你不要衝進去市區裡面就沒事了 不會啦 市區很舒服啊 不好 只是室友比較傷一點而已 其實比較傷 那你就跟教徵當好朋友 我剛才媽的開來的時候 我記得只剩在一半 媽怎麼現在剩一格了 然後V16 我們只有四速而已 四速 所以說 對 那還好 這都是這個時候的一個特色 車子都是大概這樣 對啊 然後有一次福特 福特系統 你從油門踩下去 大概就知道 這大概是福特 屁啦 這好像是油門來就知道 真的 因為它這個 它幾乎都是配這種四速的時候 它調的方式大概都那個樣子 然後再加上美國車的話 基本上 你只有很搖 跟非常搖 哈哈哈哈 沒有搖跟非常搖 對 只有搖跟非常搖而已 但是你 像現在我這個橋面伸縮縮縫的這個東西 你不會有感覺 對啊 完全吸收 那是很舒服啊 還有剛剛你有講到什麼 別客 別客 那就是 完全不會有感覺 但你就隨時在這樣 一直晃 那個很好睡 很好睡啊 你不是開車的很好睡 那你開車的可能已經睡了 變速箱反應應該換檔還可以吧 還好 你不要覺得好像開車車沒什麼感覺 我知道你試過很多車了 可是你要幫我評一下 這1995年現在幾年 25年 25歲了 對啊 因為這個就像我 我覺得就讓我回到小時候的感覺 因為這輛車礦 以這個年紀來講 這個車礦是我覺得是已經很厲害了 欸 所以我又發現一個 怎樣 你理程不會到 對啊 理程已經 它時間就靜止停留在39,000的時候 時間靜止 對 這台看得出來車況是不錯 可是39,000太誇張了 對 但是你其實你可以看到這邊的狀況 中控台的狀況 對 我覺得39,000太誇張了 我覺得之前就是車庫車 對啊 才有可能這樣子啊 沒有啊 幸運 要不然這邊早就離開了 每一手幸運 我覺得車跟人一樣 你如果幸運的話 遇到好好照顧 好的主人 你就會在一個不錯的一個環境 中間只要有一任主人是比較精彩 你就隨便了 然後這個車還有一個特點 一二檔你都會覺得很有利 對啊 然後你到了三檔 你就瞬間停留了 掉下來 這個就是讓你就是在四驅的時候 有一個力量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200B31cc 應該也不算厲害的引擎 3000cc那時候 怎麼講 在台灣 因為真的有時候要看 因為在美國的話 你就是V89 那你那時候 96、97年那時候 也才剛開 應該說那時候V6引擎是新的 算比較厲害 要不然大部分都直列 對齁 那時候V型引擎開始普及的時候 然後就V6 然後開始他說 V6 然後這個又有Dualtech 然後這些 潔氣門的技術 就開始陸陸續加進去 95年那時候雅哥也開始V6 那時候開始 就是各車廠在 氣門那個地方 開始做一些 技術上的一些發展 然後這邊看到沒有 這邊開始一堆車了 為什麼 這邊第一個是一個買紅茶 哪裡 在右手邊在市場裡 所以市場到了喔 市場到了 右手邊就是我們的北投市場 喔這裡動就對了 對 然後你看每個人都會拿 這邊到時候都會 每個人都會拿一個這樣的一個 杯子出來 欸 來啦 無憂無綠 無憂茶 為什麼叫無憂茶 就是喝了無憂 喝了無憂無綠 真的是這樣子啊 欸這大杯的很像以前那個 7-7有那個叫什麼 重量杯 重量杯對不對 以前去 你有沒有買過 有 在櫃檯買杯子嘛 然後自己去裝嘛對不對 啊還有什麼 這邊附近還有什麼可以買的 喝的是這一個 然後其他的我再繞你去繞 還要再繞 好走 我們從這邊 哇好解渴喔 我跟你講它這個 茶是怎樣 不會色啦 不會像蘭霓克有沒有 看到女生就想摸人家 那是什麼 色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本來設定 是那個 往下連開 那是晚上才開 這不是 基隆的東西嗎 好沒關係 竟然都來了 對不對 因為今天真的 本來他帶我們去吃那個蚵仔煎沒開 我們等一下來吃看看跟基隆的有什麼不一樣 哇 還熱的耶 熱的啊 而且他這個火腿塞的時候一定要捲一個圈圈 不知道為什麼 裡面有番茄 兩個乳蛋 黃瓜 沒來吃 好吃很燃 熱的 嗯 一樣啊 不過熱的吃起來不一樣 因為我之前喔 客人都會買的給我買 買完就冷掉了 對 買的時候都冷了 喔 我跟你講下午的時間吃了這個好棒 然後就可以睡覺了 沒有啦 怎麼吃熱睡覺 繼續努力 好不好 現在的車真的都沒辦法做成這樣 舒舒服服慢慢開 Toyota也沒有這麼軟 因為你媽的車餅每次都去試人家說什麼 那媽的避震器支撐性不夠啊 所以誰敢坐太軟 像我們講的要硬叉蓄提供就硬了 然後輪胎再給它變平底 然後一躺有沒有那個塔頂就裂開了 哈哈哈哈 你的裂就是你的裂差不多了 以前那個改車的時候 避震器改太硬啊 那個塔頂是真的會裂開 會不會撕裂 還有拉桿啊 會不會撕裂 整條拉 或者是你拉桿轉彎GD太大嗎 就拉扯就拉開了 好 時間差不多 今天很開心來找尼克 那下次有機會找好好的探索一下 然後觀眾朋友你要記得去那個 你那個FB叫CA什麼 CA汽車頻道 CA汽車頻道 我跟你講裡面不定期都有模型可以買 我跟你講啊 我是建議大家沒事不要亂加 因為加進去有時候 你看久了 你看到一個喜歡 你就會衝動購買 你就不要加 拜託不要加 太多人了 太多人在裡面了 不要加 像我就被他媽的 被他衝動購買 沒事要不要看到一台K8模型 真的 如果對車是那種中毒很深的人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在回溯影片有沒有 少到我們那間密室有沒有 對 桌上那一盒一盒的 對 那些不是庫船 都是人家買的 都是有人的 所以我跟你說 事實證明 賣模型比車品好做 所以說車品喔 你們以為很好賺 別鬧啊 那品就這麼大 大家去搶 對啊 連小時都來了 我沒有 我幫你開幾倍喔 我們都試自己的車 我們沒有都試別人的車好不好 董事備的有沒有 從剛才到現在 董事備的就是買一筆 只有我們只有那邊 1比4 3 1比4 8 真的中便宜 對不對 我們只有買一筆 車子1比1 然後1比1買回來 然後就 啊誰誰聊 不要看就不給他講 這是誰的全名啊 那是誰我不認識 我介紹一下 那個是 那個是義大利的測試用測手 在Lamborghini工作很久 跟他做 後來Lamborghini 以他為名出了一個限量版本車 我們叫Valotino Baboni 這個在這個之前小牛 因為 他是80年代 等一下 Valo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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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oni Valotino Baboni 這個時候小牛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E-gear 都是自首牌的 自首牌 所以大家都開始不會開首牌車 對 那對他們這種80年代 開到那種大牛 Countash 對 都是身體外邊開首牌 對 他們就是一定要堅持 跑車就是要後輪驅動 手牌 對 Lamborghini就為了他出了一個 Gayado Gayado 後輪驅動 手牌限量格型 以他為名 你是台灣有沒有 台灣有幾輛 有 然後現在都是添加 他都雷布這麼多啊 這是我個人的收藏 PS1 阿但你那邊是這一台 我認知的時候 裡面是PS2 裡面放傳導合金石 還是放 雙倒楓 這時候可能不行 還不行 這時候好像只能打完 只能打電動 你看我一講傳導合金石 他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看 呼呼正業把所有的模型 就當作正業 Gayado 你覺得現在你的收藏 最貴的是哪一個 我們這個 我們國外賣 會非常貴 會非常貴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這是只有在德國賣的 德國賣 一個組合 這個模型的背景 是2011年年年 2024小時的冠軍車 然後他比賽前 是比賽後 喔 比賽前的樣子 對 然後他這個是有限量 做了500套 500套 然後上面有簽名 然後上面這個簽名 呃 他本來是有正中間 這個印刷的簽名 對 後來這個是我帶 帶去五個國家 然後把四個車手 加一個 車隊創辦人 的簽名 都找到 都找到的 然後請他們簽名 欸 他原本只有中間的簽名 正中間那個 剩下的這些簽名 都是他去找到的 掉了 你看這很多變態 對 那剛剛那個是你覺得 最有價值 你覺得最 最得意的收藏 有沒有 基本上 我說模型 比如說A型 最貴的話 最貴是我收藏 最貴的話 其實就代表我 採訪的歷程 你看他幾乎都有 他這個收藏 其實基本上 他盒子上 你看他很多都要到簽名 對 那因為這些簽名 不是用買 就是去遇到 去找到人 對 去欠人 那我先講這個好了 台灣觀眾 或許有些人知道 是喔 之前有給我 Story Morse Story Morse 那個爵士 對 那時候是在美國的 Ding Beach活動上面 遇到 但是他在球車上面 我跟他這樣相遇不到五秒鐘 然後我那時候抽出模型 然後遞上去 請他簽名 然後那一整個鐘頭 我就沒有再看到他 對 然後以後在活動 那個活動 那幾萬人在現場 對 幾萬人在現場的時候 然後遇到那個人 哇 真的充去給他簽 這個是一個 90歲的設計師 康 Tab 90歲的設計師 那那時候也是 90歲的設計師 再來是他設計 對 那之前我為了要追他 追他 追了 三年吧 聯絡了三年才 這個基礎是這樣子 他的基礎是Teslosa 那他在沒有 變更任何動力的前提之下 他就外 外觀的 外觀 外觀重新設計 然後他去充直線 對 那他這個就是 展現他這個空氣力 空氣力學 哦 那這種90歲的人 是不會用電腦的 啊 所以他都是手繪的 直接用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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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玻璃纖維捏出來 你看像其實 汽車建廠算是很老牌的雜質 你知道那個以前 雜質社啊 車廠拿著錢 拜託我說 給我看廣告 而且還可能還要拜託你 讓他夜數可不可以前面一點 彩夜 還是那種 幫助體半個子 有沒有 要放在夜首 夜尾 有沒有那個價錢都不一樣了 好不好 以前都是 大家是拿著錢來拜託你 看廣告 像一個媽的 一堆車評 然後拜託車廠說給我預算 有的去賣水餃 有的在賣模型 大家都媽 車評賺不到錢啊 車評影片出來 大家都說 啊業配啦 一定有收錢啦 什麼有沒有 你要想看 他們要怎麼購勝 如果要像我們這樣子講 看來是沒飯吃耶 根本沒有車商會來找我們 不會啊 反正我就你看準了 不會有人找我們 反正媽的 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爛逼一條 哈哈哈哈 好 看來就亂逼一條了啊 啊如果要不要讓他這樣 自己想講什麼 還沒辦法講 不是很痛苦 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提亮一些啊 記得要按讚 訂閱加分享 啊多留言 鼓勵這些車評大大們 好不好 撿一台就不要理他 哈哈哈哈 到底誰是撿一台 我不知道現在 還不知道誰是撿一台對不對 那如果這一季最後一集 你會講嗎 倒是耶 我心聽好的時候我就講 哈哈哈哈 不然你每一集 就透露一個線索 每一集透露一個線索 不行了 那第二集就被猜到了 網友超強的 欸連那個了嗎 黑師妹的IG都審出來了 給他講的話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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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